奥特曼被怪兽绑架成肉票 怪兽要挟哥斯拉不投降就撕票 哥斯拉为了救奥特曼差点被火焰烧死 其他怪兽却在一旁幸灾乐祸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解释一个 奥特曼和哥斯拉成为兄弟 打不过怪兽就来找哥斯拉当靠山 两兄弟感情无比深厚的奇葩故事 话说由于人类进行核弹实验 对地球造成了巨大影响 怪兽岛也没幸免遇烂 地下消灭的哥斯拉被吵醒 起来就想骂人 像拉顿和刺猬兽这些怪兽 也只要逃跑的份 作为怪兽小猛男 哥斯拉一边开骂 一边还带领着怪兽小弟 往安全地方撤离 结果还是要很多小怪兽隔屁 气得哥斯拉只能对天长笑呀 与此同时呢 频繁的核实验 也让一个生活在地下的小国家 西比托亚很是老虎 这种感觉就像你在家里睡得好好的 楼上邻居天天放炮 这谁能忍呀 西比托亚国王宣布 要和人类开战 也要让人类知道 他们西比利亚人的厉害 在国王的一顿咒语下 被共分的神石有了反应 这块石头可不得了 它是一只叫美加洛 怪兽的召唤石 说的好听是美加洛 其实就是只顶着个钻头的铁牛 这祸一苏醒 就从地下三万米直冲地球表面 这边男主正在湖边玩耍 湖水却突然往地下涌入 而这就是美加洛 挖洞引起的地震 当男主回家时发现家里来的小偷 奇怪的是什么东西都没偷走 反倒是自己做的山榨奥特曼 被人动了手脚 这位奥特曼虽然长得愁呀 但战斗力可是不一般 最厉害的是可以和怪兽交流 正当他们高兴的时候 地下王国来的小弟便袭击了实验室 国王远称直到小弟将引导铁牛怪兽行动的装置 按在奥特曼身上 这样怪兽就能跟随奥特曼去统治地球了 男主和弟弟被绑架之后 奥特曼也被地下国王操控成了他们的玩具 这家伙飞到外面开始召唤铁牛怪 钻了几天的铁牛怪总算是来到了地面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日本东京 奥特曼起飞升天 示意铁牛哥跟着自己去找人类干架 只是铁牛哥的行走方式 是我见过最奇葩的怪兽 看着笨搭笨搭的模样 人类没多久也发现了巨型怪兽 袭击东京的事情 他们派出了大量装甲车和坦克 一切准备就绪 就等着铁牛哥过来 铁牛哥顶着的这个钻头 可以吸收能量 然后逐个放电 人类的高科技在他面前就是活靶子 打完之后铁牛怪又笨蛋笨蛋 好开心的离开了 男主逃出来之后 向将军建议用电磁波夺回山寨 奥特曼的控制权 他们用直升机成功和奥特曼联系上 命令他去怪蛇岛找哥斯拉帮忙 奥特曼拿到怪蛇岛时 哥斯拉看样子也早就在等着他 奥特曼用手语请求哥斯拉出战 一顿瞎比较 嗯 是这么回事呀 哥斯拉居然还真听懂呢 等着马上就行动哈 就这样奥特曼真的搬到了救兵 哎呀 一个青蛙跳 哥斯拉就从水路赶着去打家去了 铁牛哥失去奥特曼的指挥之后 居然在地上自残 瞬间战斗力为零 成为了飞机的肉靶子 被飞机打得哇哇直叫 最后只能笨答笨答 又回家去了 国王知道人类派奥特曼找哥斯拉帮忙 他们也通过复活岛的石像 向宇宙发出求救信号 此时 哥斯拉还在海里慢慢赶来 铁牛哥却在东京修起了房子 只要被他的钻头垫过的房子 立马就会被修好 哎呀 看着很厉害呀 房子修完了 还能做点什么事情呢 顺便把控制他的地下主人 也祸害死了 实在是优秀的好怪兽呀 隐瞎着小怪兽叛变呢 国王赶紧派出了新的怪兽 蚂炸哥 晚上 恢复机的奥特曼 开始了和铁牛哥单挑 在打架之前 居然还知道 放大自己 不过整这些都是没用的 轻松就被铁牛哥给推倒 抱在一起 谁也起不来 几分钟之后 铁牛哥发出爱的转圈圈 奥特曼有点上头 果然招架不住爱的魔力 又被铁牛哥给推倒 这边国王派出了蚂炸哥 终于赶了过来 奥特曼被两只怪兽推倒 群奥德 那就一个惨呀 两只怪兽还想好了 把奥特曼当作皮球 踢来踢去 这叫奥特曼 怎么看得下去呀 终于啊 哥斯拉插着拳头 赶了过来 看着这活泼快乐的模样 还不忘跟吃瓜群众互动一下 这怕是我见过最开心的哥斯拉 一副就要参加拳击手比赛的模样 哥斯拉冲着怪事说 放开那小子 让我来 奥特曼被救之后 赶紧和哥斯拉握手 兄弟你终于来了 然后好戏就要开始的 我严重怀疑这哥斯拉 是学过拳击 还是散打什么的 这招数 典型打拳击的掉掉呀 打到最后 他只能用树枝戳蚂炸哥 实在是牛皮呀 不过和铁牛哥 打架的奥特曼 就没那么厉害了 铁牛哥抓着奥特曼 当人质 叫哥斯拉放弃抵抗 这哥斯拉能让怂吗 立马就开始喷火 结果就是两人 差点被自己给烧死 其他两只怪兽 则到旁边 现在乐祸 见死不救 差点跳起了舞 实在是不讲武德 哥斯拉和奥特曼联系之后 还发明了新的战斗方法 奥特曼把蚂蚱哥 丢上天 然后哥斯拉就喷死他 哥斯拉一时间还玩上了影 接着又换成奥特曼 绑着铁牛哥 然后哥斯拉用无敌火腿 这玩的也是不亦乐乎 故事最后呢 铁牛哥被打回了地下世界 而患难之后的哥斯拉和奥特曼 也成为了最好的生死兄弟 看完这部电影 我是严重怀疑 这只哥斯拉 绝对是长大的迷你拉 而且还是打过 拳击比赛的那种 每天不晓定 欢迎来着关注西瓜坑林 本次为难言怪兽电影 哥斯拉对美洛加